9月4号 一段阴阳千玺现身学校 参加开学仪式的视频 在网上曝光 当天 屋里火羊宝宝穿着一身蓝色的校服 作为学生代表 乖巧地站在台上演讲 还能一座又一座的高峰 体会艰难和辛苦 品尝美丽后的甜美果实 我想 这也就是高三的意义 回到校园的千玺 收起了舞台上的万丈光芒 念稿子的样子 严谨而内敛 最后千玺的手写周记 也跟着曝光 里面有写到 回学校上台演讲的发言 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 而是坚持的过程 看来成为高三上的舞力千玺宝宝 也是越来越成熟了呢 对比之前夏天的照片 又长高了不少啊 网络老新闻 祝高三的千玺 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哦 放倒